三生來遲 搏擊會 唉 滑滑痴痴 好漂亮啊 搏擊會 流流又有搏擊會 一二三四 大家好 我今天要說的就是兩位 在日本很當道的年輕作家 第一個就叫做吉田修一 他已經封為國民的作家 他是1968年出生的 他最紅應該有幾本的 《惡人》、《橫世道之戒》之旅 以及《公園生活》 他在2002年拿到戒村獎 可惜我去圖書館找不到這幾本書 我反而找到他出道的作品 他出道的作品是1999年 叫做《最後的兒子》 這個作品反而 作為第一次接觸吉田修 我覺得是挺好的 因為他是三個短篇的故事 《三個故事》第一個 就叫做《最後的兒子》 就是這個名字的作品 其實我初初都覺得 不太明白《最後的兒子》的意思 但看完就會知道 有一個年輕人 長期去到東京生活 沒有工作 跟一個人妖一起生活 其實你可以以為是靠這個人妖生活 這個人妖開了一間酒吧 即是做媽媽傘 即是說他們是一個同性戀的關係 被這個年輕人包養 故事一開始可以說 他們認識的一些朋友 在附近的公園被殺死 其實他們都是同性戀的朋友 圍繞著這些故事 說這個無業青年 由時很好閒 天天出街 在東京街拍照 後來突然有一天 她媽媽要來探望她 她媽媽要長期來探望她 還說我想見一下你的女朋友 她就想 不如找回她以前的女朋友 她以前是有個女朋友 找回她以前的女朋友出來頂盪 但是後來又好像不知為何 忘了後來又沒有這樣做 她媽媽來的時候 還有一個要求 聽說東京很出名 很多人妖酒吧 我想見識一下 你可不可以帶我去這些人妖酒吧 她當時就在想 好沒有呢 好沒有帶她去見她那個同居 即那個媽媽的人妖 有個花名叫嚴摩 嚴羅旺的嚴嚴摩 她就打電話給嚴摩 她說 我媽媽要來東京探望我 我想帶她來酒班 好沒有啊 嚴摩聽到之後 突然之間很開心 她覺得她的男朋友 同居男朋友 肯給她見她媽媽 即是表示一些事情 但是這個年輕人 打了這個電話之後 突然間有些後悔 因為她媽媽來 要見識一下 其實是好像觀光的心態 她就說 我其實不應該介紹嚴摩給她認識 她就有些後悔 她就很忐忌 當她媽媽來到的時候 她就很忐忑 她也有帶到她的酒吧 但是當時去到酒吧 就發現這個嚴摩是沒有出現的 因為這個嚴摩 自己反省過之後 發覺其實她也是不想去見這個 年輕人的媽媽 因為她覺得自己會影響得她好 影響到這個男孩 覺得自己配不上去 諸如此類 其實這些 這些心理描寫 都寫得很好 在這個故事裏面 同時也帶出了最後的兒子 因為那個嚴摩 自己有說過 自己心裏面 有說過一句 其實她不想讓她媽媽知道 她這個兒子 將會是她最後的兒子 因為她不會再有婚姻生活 不會有下一代 這故事很感傷 這故事可以說 好 第2個故事 第2個故事叫做碎片 是說兩兄弟回憶 他們小時候 她媽媽被黎石林衝去的故事 她時空交錯 寫得很好 不過我自己不太感受 所以不再詳細說 第3個故事叫Water 這個反而挺特別的 是說4個17歲的年輕人 在高中那裏是泳隊 是參加4色游泳的熱血故事 說他們怎樣去準備參加比賽 有些趣味裏面 說他們之間的一些關係 還有游泳最後的結局 當然是說他們參加比賽的時候 怎樣 究竟贏了還是輸了 我也不記得了 但是過程有些趣味性 我覺得是可以看一下的 除了這個最後的兒子 這個出道作之外 我還看了一本 這也是圖書館剛好看見的 這個挺有趣的故事 叫做724大道 那個名字 我給人家名字 為什麼叫724大道 就是因為這個主人翁 是一個年輕女 一個白嶺OL 他住在一個小鎮 海邊的小鎮 他覺得很悶 打工也很悶 他自己是比較孤獨的人 他就會幻想他住的城市 是里斯本 他將這個小鎮 這個小鎮 這個小鎮 幻想成里斯本 然後將所有的街道名 因為里斯本 有一條叫724大道 他將他的街道 都幻想成在里斯本 一些街道 他也都看過地圖 是跟這個小鎮很相似 於是他每天上班 走一段路 他就說 我經過什麼公園大道 什麼廣場 看到什麼店 他就幻想成是里斯本 當地的一些 全部在他幻想裏面 這個故事 這都是長篇故事 分開十章 十個篇章 每一章的名字 我講一點 第一章叫做 《喜歡受歡迎的男人》 第二章叫做 《不想做土人染的女人》 第三 《愛扮演聆聽者》 第四 《和家人關係良好》 其實每一章都是講 有些像是講他自己的生活 你看到他的態度 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一路去到尾 大概講他的生活 他有一個弟弟 是非常英俊的 自小已經很受歡迎 因為很英俊 他經常都說 那個不是哪個英俊的姐姐 其實他很不出眾 但他很疼他這個弟弟 後來他就知道 這個弟弟有個女朋友 介紹給他認識 但他就很不喜歡這個女生 他完全是不可以接受 直接反對 去到最後一章 他就約這個女生出來跟他說 直接告訴他 你最好 我不想你跟那個弟弟再拍拖 因為我不喜歡你 但聊一聊之後 就發現這個女生 跟他有點相似 這個女生 跟他講了一些 就是他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他自己就提出了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什麼的女生 他講的每一點 就是剛剛是這十個篇章 那十個項目 就是說 我喜歡受歡迎的男人 我不想做妥人驗的女人 說完之後 這個主人翁這個女生 就覺得 為什麼會是這樣 於是乎 兩個人的關係就沒有了 這個小說我就覺得很有趣 首先我覺得這個女生 你幻想這個小鎮 海邊小鎮 一個這麼佛美的小鎮 幻想成李斯本已經很有趣 其中有一段插曲 就是說他去書店找書 就找了一本說 一個葡萄牙的畫家 一個葡萄牙的詩人 一本詩集 一個封面是畫著葡萄牙的海 他很吸引 裡面有一句句 有一句詩 後來他經常用來鋪 這本小說的結尾 也用來做一個總結 這句我可以鋪出來 就是 我們可以做任何想像 對我們一無所知的事 這句詩就成為這個女生 在這個小說裡最後的一個方向 我覺得這個小說 如果以一個男作家來說 他都挺捕捉到一些年輕女子的心態 我覺得寫得都相當出色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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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 你回想